大离109年,锦王功臣一统南北,班师回朝。 阿九,也没看错吧?那傻,挡在皇上太后前面的,是不是郑国公府家的三傻子? 阿九爆汗。 嗯啊。 他敢肯定,也已经忘了自己是有家事的人。 他怎么在这儿? 阿九,他敢说吗?他没说吗?他说了,也保证不拔他的皮吗?那是他和太后勾结,在自家主子生死未卜时,给他举办了一场大婚,旨在给他冲喜。 嗯,爷啊,他是王府的锦王妃,爷凯旋归来,他自然是要来迎接您的呀。 阿九,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命他们活得太久了?本王不是让你拒绝太后了吗? 北麻还让这种事情发生?爷啊,太后硬是要一意孤行啊! 宫臣用了很长时间,强迫自己接受这个荒谬的现实。 目光再次落到放着自己,闲着口水的锦王妃身上。 什么人呀,穿得跟只骚鸡公一样。 阿九,一会儿回府,你把他给本王捆了,找个人贩子卖了他。 记住,愈远愈好,让他这辈子都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爷啊,使不得使不得啊,后来也是殿下有八台大叫,明媒证据的嫡妃呀。 嫡妃?本王不在,他跟谁败的他? 听说是,是一只大公鸡。 哪个本王合适? 可是,大公鸡穿的是爷您的功夫,写了爷您的名会。 阿九。 你不许是什么? 你,要么卖他,要么卖了你,你自己选吧。 混沌中,凤宋男悠悠然睁开眼,牵重的身子,毫无知觉的双腿,让凤宋男彻底的清醒过来了。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他不是在得善格,给人整病吗? 自家目光,移到床上的两个人身上。 脑子里仿佛像开关按钮被启动了一般,莫名的多出许多不属于他的记忆,他是真的穿越了。 穿越成了大下国相府最不得宠的庶女,与他同名同姓的凤宋暖身上。 床上的绝色女人,是相府的嫡女凤宋明,男人则是当今的太子殿下,公业。 今日被凤宋暖撞到二人偷情的画面,凤宋明一颗毒药结果了宋暖的性命,他穿越过来就中毒了。 这个贱人还没死? 此事就交给你了,千万别让本王失望啊。 殿下,尽管放心的去。 凤宋明从宽袖里划出几颗黑色的温度般大的小黑丸。 妹妹,好好享用吧。 这个可甜了,而且不会堵死你的,这都让你不能说话而已。 苏母儿没有说话,所有的药丸全部存在她的喉间。 苏母儿悄无声息的臂气,忽然双目翻白,色也变得轻紫起来。 然后头一歪,死翘翘了,把她拖出去,埋了。 记住,别让人发现。 前任,太子殿下和八殿下顺王,大小姐奉宋明,大少爷奉绝在八角楼赏花瓶酒。 今日那个傻子怎么没来煞风景呢? 殿下放心,我家三妹以后都不会来烦我们了。 没有傻子欺负,也不好玩了。 那个傻子有什么好玩的? 臭不垃圾脏不溜羞,又爱观眼,不来更好。 奉宋明意味声长地念了太子殿下一眼。 太子殿下自然明白她的意思,激赏地回了她一眼。 四目交汇,一场阴谋的达尘便告一段落。 只不过,他们高兴得太早。 大小姐,大少爷,不好了,三小姐出事了。 老爷和夫人,让你们速速去前堂一趟。 怎么回事? 大小姐,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所以,我明明,江三小姐的尸体,成人护城河了。 可是今早,三小姐的尸体,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前堂上。 大小姐,这事情,太怪异了。 定是有人从中作梗。 走,去看看。 前堂,凤宋暖的尸体横沉在冰凉的地上,一脸乌奇麻黑的,浑身衣衫破尘彩其飘飘。 乍一看,就跟从深渊里的煤炭窝里爬出来的鬼魅一般。 国公端坐高堂上,脸色浅佳,阴沉着脸。 因为,凤宋暖虽然傻,虽然痴,可是身体还是挺好的,特别是近日能吃能喝能睡的。 莫名其妙地死了,显然不合常理。 国公爷并不为这个傻子女儿的死,真心感到心痛。 他就是觉得,他死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毕竟国公府,是帝都有名的名蒙望族。 莫名其妙,死了个女儿,总是要遭人非议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傻女儿头上,还挂着锦王妃的头衔。 锦王,虽然地位没有太子殿下高贵。 然而谁不知道,皇上太后最宠锦王,就连太子殿下也要忌惮他三分。 说白了,锦王若是有帝王心,太子之位也是他的,谁人能抢得过他呀。 锦王虽然不稀罕这个傻子,可是锦王会不会在乎锦王妃的非正常死因? 毕竟这涉及她的面子问题,这就不得而知了。 伟臣见过太子殿下,顺王殿下。 免礼。 太子殿下目光揽抬,阴损的目光落在大唐中央的奉宿暖身上。 看到他惊世骇俗的死法时,阴谋微眯,不悦的情绪蔓延开来。 顺王目光直直地望着死法奇特的奉宿暖,失声惊呼。 出大事了! 哑然。 凤宿暖一动不动地躺在大唐中央。 一张小脸乌起麻黑的,全身衣物破成碎布。 细白银透的大腿势果果地露在外面,腿上抓痕一片。 工业英质的目光扫过凤色明的脸,凤色明色缩了下,双眸里透着无辜。 他只是毒死了凤宿暖,并没有辱墨他的情欲。 定然是有人在凤宿暖死后强暴了他。 家门不幸,让两位殿下看笑话了。 小女虽然是傻子,可是毕竟是锦王妃。 除了这档子事,还请两位殿下能替老夫在锦王面前通融几句,否则老夫无言愧对锦王啊。 凤宿暖听了国公爷这一席话,心里悲呛不已。 真是替圆主惋惜啊,身在这么个名门世家里,然而姐姐狠毒,爹爹无情。 他死了,他爹最先想到的竟然是不连累他,而不是替他寻求真凶。 这种无情无意的家人,不要也罢。 国公爷,你太抬举你家傻子了。 他虽然是锦王妃,可是早都被锦王撵出府了。 锦王对你家的傻子是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会替他出头呢? 爹爹,太子殿下和顺王都是自己人,三妹这被人辱墨的死法,万万不可传出去啊。 爹爹对外只说,妹妹得了风寒急震,暴毙了,然后将妹妹赶紧下葬,这事儿就可不了了之。 至于那残害妹妹的凶手,我们再慢慢追究也无妨。 还请两位殿下,看在我郑国公府多年来对皇上忠心耿耿的份上,就帮我们渡过此难关吧。 日后,两位殿下若是在朝上有何需要,我们郑国府一定会记住今日的恩典的。 大哥,你就同意了吧? 此事尽快了了。 如此,多谢两位殿下。 奉送暖气的差点骂娘,草菅人命,天理难容啊。 幸亏她留了一手,他们想一手遮天,将此事忽悠过去,没门。 爷啊,喜事,天大的喜事。 什么事把你记成这样,这又不是战场,通报敌讯,也没见你这么积极过,什么喜事? 季王妃没了? 她死她的,与我何干? 爷不是最讨厌见到季王妃吗? 现在好了,爷永远都不用见到她了。 怎么死的? 被人辱没了? 公臣没说话。 阿九扣了扣后脑勺,他一直以为自己挺了解这位爷的,凡是喜欢特立独行。 所以他若是表现出大惊小怪的样子,爷就会无比淡定。 他这次学乖了,尽量让自己表现出淡定的神态。 可是爷,可是爷,怎么还是那么淡定呢? 背马车。 凤宿暖挺失许久,有些支撑不住了,肚子里鸡肠碌碌。 加上昨夜折腾一宿,如今身体疲软,本想等那个人到了,看看他的态度。 可是是才看到这些人,个个身性凉薄。 凤宿暖对那个人,也彻底不抱希望了,说不定他根本就不会来。 他踢了踢腿,双臂忽然向前打直。 凤瑟鸣如黄梨般婉转动听的声音,还在大堂上空萦绕。 爹爹,娘亲,您二老,其哀顺变。 人死不能复生,三妹死了,也不全是坏事。 至少以后,三妹再也不会出去丢我国公府的脸面了。 没人注意到,大堂中央的凤宿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了起来,如僵尸一般,挺在大堂上。 二夫人率先发现这异常的,惊吓得尖叫连连。 鬼啊,鬼啊! 众人这才发现,凤宿暖不知何时,竟然已经站立起来。 这,这,这,是了。 凤瑟鸣瞳孔放大,难以置信地望着凤宿暖。 偏偏凤宿暖此刻正面对着他,而且正一步一步地, 向他的方向跳过来。 天下,救我,救我呀! 凤宿暖忽然直直地扑了过去, 手指甲碰触到凤瑟鸣的脸时,可是毫不客气地重重地抓挠。 一道血印子,瞬间触目惊心地挂在凤瑟鸣脸上。 凤暖骑在他身上,拔掉他的珠钗,戳着他的脸。 痛死我了,救命呀! 太子公业,阴谋射出一道寒芒,忽然一脚踩在凤宿暖的腰侧。 凤宿暖整个人飞起来,又重重地落在地上,摔得眼冒惊心,齐昏八素。 凤宿暖气得呲牙咧嘴,不死心地再次爬起来,继续跳着。 这次,所到之处,管他是西式珍宝还是名贵家具,只要被他碰到,统统抓起来,砸了个稀巴烂。 疯了,他疯了! 母亲,他不是疯了,他是诈尸了,快想麻烦阻止他呀! 快去请得到高森来,快,让高森把他的魂给封锁了! 凤宿暖撒野了半天,心里有些沮丧,他这身子太弱了。 凤宿暖又抓起水果刀,直直地向太子殿下丢来。 没人料到他会有这一手,太子殿下躲避不及,刀子插在他的大腿内侧。 凤宿暖本意是要他断子绝孙的,哪里知道,没力气,眼力也差多了。 绝儿,快去多找点人来,把这丫头给我绑了! 很快,来了十几位武力精湛的侍卫,他们将宿暖围得水泄不通,然后又是用网,又是用绳子的,好不容易将宿暖困在里面。 敢刺我?傻子,竟敢刺我! 爹爹,你看,三妹刺伤了太子殿下,总别给殿下一个交代才行啊。 那是,那是,横竖这傻子也在这儿,太子殿下想如何发落,为臣照办便是。 他刺我一刀,你这个做臣子的,替我还他两刀,这事便就这么算了。 公。 爹,你就狠狠心全当让三妹解脱了吧。 夫妻,锦王未必在乎这个傻子,切莫为了这个傻子得罪了太子殿下,毕竟太子殿下才是日后一灯大捅的人啊。 奉宿暖望着郑国公,他的水果刀对准自己的心灶。 那一刻,奉宿暖的眼眸里倾泻出无比嘲讽的意味。 就因为他是傻子,是痴呆,他的爹爹不但不多给他一份关爱,反而和其他人一样嫌弃他,欺负他。 他只是穿越过来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过得这么悲醉。 真是不知道,原来的奉宿暖又受了多少非人的折磨。 可怜的奉宿暖呀,既然他要了他的身子,从今以后,就会帮他讨回这份公道。 郑国公有思狐疑,这傻子的目光怎会如此凛冽,有一种让人不可侵犯的威慑力,不会是他的眼睛看花了吧? 郑国公手里的水果刀,坑然一声落在地上。 奉宿暖眼底漫出一抹邪笑,他就知道,他今早在郑国公府里故意衣衫褴褛地溜达了一圈。 府里总是有些别人的眼线,将这消息传递了出去。 锦王,他的夫君,他就算不稀罕他这个傻子,可是他顶着锦王妃的头衔被人欺负了。 倘若是一般的欺负,他势必袖手旁观,可是若试了清白,就另当别论了。 因此,为了逼迫他出手,奉宿暖破釜沉舟,将自己伪装成被人糟蹋的样子,看来,他的目的达成了。 不知锦王殿下到访,微臣有失远迎,还请锦王殿下日时恕罪一样。 郑国公,府上曾老太爷好歹是开国元勋。 哼,想当年曾老太爷蒸蒸铁骨,横扫大江南北,为大骊立下汉马功劳。 正因此,先皇才许了郑国公一门爵位的世袭,怎么轮到你这里,你的膝盖就这么不值钱? 先皇才许了郑国公一门爵位的世袭,怎么轮到你这里,你的膝盖就这么不值钱了? 凤宿暖简直想为锦王这番话拍手称快啊。 他爹郑国公小时候顽固,没学到什么本事,如今一门心思寄托在儿女身上。 巴不得凤瑟铭当了皇后,光耀门眉,他好跟着瞻光。 锦王许值得是? 太子殿下冷眼旁观,心声不悦。 锦王一来,他的地位明显低了一段。 郑国公在他面前可不会这么胆震心惊,他分明更惧怕锦王的威严。 九弟真是稀客啊,不请自来。 哼,也不让人通病,好大的架子啊。 锦王妃在此,本王来接我的王妃,大哥有意见。 锦王妃在此,本王来接我的王妃,大哥有意见。 锦王殿下驾到,郑国府,彭壁升辉啊。 锦王殿下,今日来接我家的三丫头,只是可惜了,我家三丫头,没有这个福气啊。 吼,夫人何意? 殿下,我家三丫头,竟早起来,杀病犯重了,满屋子上蹿下跳,看到东西就甩,看到人就打,就跟鬼上了身似的。 你看,太子殿下也被他刺伤了,我家瑟明,也被他妹妹毁了脸,殿下随时来接他,正好不过了。 锦王殿下,我的脸毁了,没法活了。 奉送暖头上千万草泥马奔腾啊,泥马,脸上一道指甲印,还有几个朱钗戳破皮的血印子,这就没法活了,没法活,为什么不去死啊? 锦王动若玄明的目光,在众人身上一一扫过。 一屋子破碎的名贵真丸,所有人身上的抓痕,摩擦,太子殿下的腿伤,凤大小姐的脸,与唐中央奄奄一息的凤素暖比起来,真是小屋见大屋啊,说是沧海一宿也不为过呀。 阿九,小的在,去找个大夫来,人是锦王妃打的,东西是锦王妃破坏的,好好陪给人家。 阿九猛逼了。 爷啊。 爷对锦王妃太无情无意了吧。 还不快去。 众人嘘了口气,锦王还是识识悟的人,喜慧为了个傻子,得罪帝都两大世家。 凤素暖心里那个恨呢,原来这些个古代人一个个都是利欲熏心的,良心都被狗吃了。 在利益面前,孙颜面子全都是放屁。 原来把希望寄托在锦王身上,真是最大的失误啊,一盏差的功夫,阿九就请来了大夫。 分明就是一名军医啊,还是一名女军医。 锦王看到大夫,对阿九递去一个奖赏的眼神。 阿九提在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他本来还怪爷对锦王妃无情,可是出去一吹风,脑袋就灵光了。 爷让他去请大夫,而不是让他去请御医,更不是让郑国府自己请大夫,这里面必有文章。 阿九很快明白了锦王的心意,他要的是军医,这是玄机何在,阿九就不太懂了。 军医为太子殿下和凤圣明仔细检查了伤势,将验伤报告报告给锦王。 锦王殿下,老臣已经检验完毕,太子殿下右腿根部有一道八毫的伤口,深度未及筋膜。 大小姐脸上有一道指甲印,左耳边有三道小指甲盖的血洞,不过都无大碍,只需涂抹一些外伤的伤口,深度未及筋膜。 大小姐脸上有一道指甲印,左耳边有三道小指甲盖的血洞,不过都无大碍,只需涂抹一些外伤药,半月便可痊愈。 去统计一下,看看锦王妃打烂了多少名贵真丸。 郑国公总觉得锦王小题大做,就算凤素暖给郑国府造成巨大的损失, 还真能让锦王赔偿不成。 锦王殿下无须多礼,锦王妃犯的错,横竖不算大事,这事就这么了了吧, 岂敢让锦王赔偿微臣的损失,微臣愧不敢当啊。 锦王瞪着他,眸光深邃幽深,让人难以捉摸。 郑国公心胸宽广,本王敬佩,可是本王这个人素来严谨, 不喜欠人情,自然也不喜欢别人欠我。 这最后一句话,声调极轻,却仿佛照着冰寒。 瞬间,一屋子人的脸色都精彩纷尘。 凤素暖打起精神,莫非,峰回路转了? 果不起然,锦王接下来的话,让郑国公差点吐血。 大夫,麻烦你去那边,为本王的王妃咽咽伤。 是,小的遵命。 凤素暖十分配合大夫。 大夫检查了他身上的伤势时,他琢磨着,他的伤势再重, 可是没致命要害,讨不到半点便宜。 而郑国府这些名贵真丸,若是估价赔偿, 那锦王可就亏大法了。 他故意咬破唇,渗出血迹。 大夫醋眉,这血,颜色有些异常啊, 于是取了银针,大害。 锦王殿下,王妃除了一身的拳打脚踢的外伤以外, 他中毒了。 可知是什么毒? 断肠毒,可能致人哑巴的乌头毒。 锦王宽秀下的手握成拳头。 大夫嘴巴张了张,欲言又止。 还是不说了吧, 虽然这两种毒在体内余流的并不多了, 但是因为不知道这毒在锦王妃体内存留了多长时间, 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所以他实在不便开口。 大夫望着衣不避体的锦王妃, 善意使然, 主动提议。 眼下, 草民还想为锦王妃检查一下, 只是此处不方便, 能不能挪个地方。 众人心照不宣, 大夫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 锦王妃这副尊容, 分明就被人蹂躏过。 大夫这个提议无异于证实此事而已。 郑国公, 这笔账该怎么算? 锦王殿下放心, 微臣一定还锦王妃一个公道, 三日之内, 微臣一定将下毒者绳之以法, 还请殿下恕罪。 好, 本王静待佳音。 此刻再傻的人都该明白了, 锦王前半段虚张声势, 要的不过是这个结果, 替锦王妃讨回公道。 奉宿暖心意达成, 此刻筋疲力尽, 瘫软在地。 就在奉宿暖以为自己苦尽甘来时, 耳边忽然听到锦王喝吃阿九的声音。 愣着干什么? 把这傻子拖回去, 卧槽, 他欲哭无泪啊, 真是从一个狼窝掉入另一个狼窝了, 没人信啊, 他好歹是他的妻子, 怎么可以这么对待病人啊? 就算是对他没感情, 好歹他是个人呀, 还是个受伤的女人, 都不懂怜香惜玉的嘛, 谁要跟他走啊? 他留在郑国府, 打着他的旗号, 以后也没人敢欺负他呀, 而且, 他还不用伺候男人, 只需要装傻充论, 大不了还装哑巴, 这样太子殿下和凤瑟明就不会再害他了, 他就可以过着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神仙日子呀。 卧槽, 他不想去锦王府啊, 真的, 一点不想。 锦王府。 阿九, 明日为这个傻子, 争几个好用的丫鬟, 让丫鬟们好好地给他舒西打扮一下, 别让他整日穿成骚公鸡一样, 不成体统, 还有, 别让他出现在本王面前, 煞风景。 卧槽, 傻子, 他才是傻子, 他全家都是傻子, 还有, 他什么时候穿得像骚鸡公了, 都不能用个文雅点的词汇吗? 哦, 想起来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 凤素暖为了博得夫君的眼球, 确实有心好好打扮来着, 他穿了一件孔雀开瓶的衣裳来着, 他还不是想穿得隆重一点, 这人竟然不领情, 回想当日的穿法, 凤素暖的眉毛抽了抽, 确实, 有爱观瞻。 爷啊, 惠宜为王妃检查过了, 王妃还是完毕之身, 还有, 惠宜说, 王妃体内的两种毒, 余流不多, 但是因为布置这毒性, 在体内存留了多少时间, 所以惠宜担心, 请王妃日后, 只怕不能说话了, 这样最好。 一想到那傻子, 跟在他后面喊他夫君, 闹着要跟他一起睡觉, 他就头大。 夜蓝人静, 正是牛鬼蛇神出动的好时机, 凤素暖饿得睡不着, 在床上辗转反侧, 屋顶上传来兮兮索索的声音, 他将枕头埋在被子下, 自己则钻入床底下, 门悄然无声地划开, 借着星光, 素暖从床缝里看到那人一双脚, 四十码的小脚, 卧槽, 是男人还是女人呀? 再看那道拉长的影子, 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剑呀。 素暖有些担心, 若是刺客发现床上没人, 会不会找到床底下的他, 他将手偷偷伸出去, 半倒了立在床脚边上的近两米高的挂衣架, 挂衣架一倒, 又打倒了斜对面的脖骨架, 连锁反应, 顷刻间, 屋子里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怎么回事儿? 哎呀, 王妃屋子里的声音, 去看看。 不远处传来侍卫们紧张的声音, 刺客一溜烟跑了出去, 侍卫搜寻的声音惊动了阿九, 因为搜寻的是锦王妃的房间, 阿九只能在第一时间回禀了锦王。 愣着干什么, 为何不进去搜? 殿下, 小的们没有得到锦王妃的受益, 不敢贸然犯上。 她傻子还哑巴, 你让她怎么受益? 一脚踹开大门, 锦王妃刚刚从床底下爬出来, 锦王浑身凛冽地望着她, 眸光里电闪雷鸣。 爷, 没有发现刺客? 你听说过风火吸猪猴的故事吗? 啊? 爷怎么忽然提这个典故啊? 凤素暖倒是懂了, 这人以为是他故意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故意造成这轰动的? 他有病呀, 大晚上不睡, 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 素暖得提醒他有刺客呀, 他忽然装出一副恐惧的模样, 还指着侍卫手里的剑一一压压地一语一通。 锦王妃, 你是不是想说有刺客? 素暖点头。 爷, 暗卫虽然没有发现刺客跃入王府的踪迹, 但是小的觉得刺客应该是来过了。 刺客来过了, 所以这个傻子故意打倒怪一架, 因为这个傻子看出来, 怪一架能撞上伯骨架, 伯骨架倒在茶几上, 碎了一地的玻璃碎渣, 然后通知所有的侍卫, 这里出了刺客。 阿九缩了缩脖子, 也火眼晶晶啊, 事实就是这样。 若真是有刺客, 这小傻子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 除非他就不是个傻子。 我看, 你才是傻子。 此日, 请王妃, 郑国府的凤代小姐过来看您来了, 宿暖惊得邓大同龄般的毛子, 凤色鸣。 凤宿暖的心思已活络, 立刻明白他来的目的。 他是怕宿暖醒了过来, 就把他和太子殿下的丑事给捅了出去。 皇妃, 你醒了? 温柔的声音再次响起, 宿暖这才留意到, 房间里不知何时, 多了两位妙龄的少女。 皇妃, 我叫清武, 她叫云柳, 我是锦王府采买进来的丫头。 云柳姐是锦王播给你的丫头, 我们二人以后就专门伺候你的饮食起居。 王妃有什么, 尽管吩咐便是。 云柳将洗脚水端过来, 凤素暖的目光, 不经意地落到她的一双脚上。 不大不小, 四十码脚。 目光撞丝不经意地, 从她的脚移到她的身上, 身高一米六, 素男想到了昨夜的刺客, 这是巧合, 还是必然, 不管怎样, 不能打草惊蛇。 王妃真是可爱, 王妃, 让奴婢给你梳妆吧, 可是郑国府的大小姐已经等了好些时候了。 让她多等一会儿又怎么了? 我可是听说了, 从前我家主子在郑国府的时候, 没少受这位大小姐的欺负, 现在主子好不容易逃出郑国府了, 凭什么还被那位大小姐拿捏着? 宿暖没有说话, 闭目养神。 两个丫鬟的话, 有一句没一句地传进了耳朵里。 青武的梗直率真, 淳朴善良, 让她动容。 云柳的贤物与不耐烦, 她尽收眼底。 唉, 我家王妃天生丽质, 可惜从前, 没有遇到个贴心的丫头。 王妃你放心, 以后有青武在, 我不会让人再欺负你了。 这宿暖来到锦王府的前院。 宿暖远远地看到凤色鸣, 秀里粉拳握紧, 却又松开。 兄子报仇十年不晚, 不急在当下。 妹妹如今是锦王妃了, 要打理的事情也多了。 姐姐在此后了妹妹一个对时, 妹妹才来。 凤素暖根本不理睬她, 只顾着吃点心。 青武瞪着凤色鸣, 心声诧异。 王妃是哑巴, 凤大小姐不知道吗? 大小姐, 我叫王妃是哑呢。 凤色鸣闻言, 行花怒放。 哑了, 她就放心了。 宿暖思存着, 云柳和她如此震大光明的互通信息, 真把她当傻子了。 唉, 我家的三妹, 原本不是哑巴, 不过前几日出了点小意外。 她跑到药房里吃错了药, 这才哑了的, 真是让人痛心呀。 我家三妹是个吃货, 见到什么吃什么, 你二位要多费点心了, 别让我这傻妹妹吃亏了。 凤色鸣 咀嚼着美味的绿松糕, 悠然地望着远方, 陷入了深思。 她才到井王府一夜, 凤色鸣就迫不及待地跑过来试探她。 看来她和太子的丑闻 很是有价值呀。 那么昨夜, 闯入井王府刺杀她的刺客, 其背后的主子呼之欲出。 不是凤色鸣, 就是太子殿下。 井王府的侍卫昨夜大费周章, 也没有找到刺客的半点信息, 真相只有一个, 因为这个刺客本来就来自于王府。 王府里有凤色鸣的眼线, 不太现实, 但是有太子殿下的眼线, 这就十分有可能了。 云柳是太子殿下的人。 凤素暖因为想事情出了神, 不小心噎住了, 猛咳起来。 我家王妃果然是痴乎。 金柳瞪她一眼, 不满云柳对主子不敬, 却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贴心地, 为素暖端起石桌上的水杯, 递给素暖。 素暖灭了眼凤色鸣, 她面无表情。 素暖把目光移到她身后的清渊身上, 清渊眼里的惊慌一闪而过。 素暖将水杯举得高高的, 然后张开嘴去接, 可是水流偏了, 水尽数落到她脖子里。 哎呀, 王妃, 衣服湿了, 赶紧去换了吧, 这天气凉, 可别感冒了。 大小姐, 请自便。 凤色鸣看到素暖傻不拉击的样子, 心里的大石终于落了下来。 清渊, 我们走。 素暖回到房间,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云柳将打湿的衣服爆出去时, 素暖却抓着那堆衣服, 不让她抱走。 锦王妃, 这些衣服脏了, 奴婢拿去洗了。 云了, 随王妃去吧, 她喜欢, 就让她多抱会儿。 跟了这么个傻子, 能有什么前途呀? 哼, 云了, 你说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样? 锦王妃花了那么多钱买了我们, 就是希望我们好好伺候好这位王妃。 做人要有良心, 锦王妃已经很可怜了, 你作为下人, 连你也嫌弃她。 知道了, 素暖瞪着她的背影, 磨牙, 像销毁脏物, 门都没有。 王妃, 你把这脏衣服给奴婢去洗了, 好不好? 素暖望着这丫头, 清武的声明大意, 让素暖心里涌起一阵暖流。 她忽然将自己的银镯子拔下来, 放在衣服湿润的地方, 然后紧紧地抱着衣服。 这个动作, 她做得很随意。 王妃, 你抱着一堆湿衣服, 多冷呀! 清武从素暖手上夺过衣服, 银镯子掉在地上。 清武将银镯子捡起来, 看到银镯子上变了的银色。 啊! 茶水有毒! 素暖达成目的, 继续装傻充愣。 这会儿, 自己爬上床, 憨然入睡了。 任凭清武再说什么, 她也没有反应。 爷啊, 这银镯子检验出来, 锦王妃今早喝的茶水有毒。 你是说, 有人给这个傻子下毒? 今早郑国府的大小姐来过了, 不过, 我让红尘暗真监视了凤大小姐的行为。 她说凤大小姐, 毫无可疑之处, 反倒是另外一个人, 十分可疑。 谁? 太后早些年拨给爷您的贴身侍女, 云柳, 茶水是云柳准备的, 只有她一个人接触过茶水。 借傻子的手, 除掉她。 锦王府绝不养有二心的人。 爷高明, 只有这样, 太后才不会起疑心。 只是, 锦王妃天性吃傻, 恐怕没有杀戮之心。 还需要我教你吗? 借一人是借, 借两人也是借。 哦, 笑得明白了。 有人迫不及待地想置这个傻子于死地, 说明这个傻子身上, 关系着某些人的利害攸关。 你让红尘紧盯这个傻子, 别让人得了漏子。 是。 青五的娘家哥哥, 一大早就跑到锦王府面前闹事。 素暖醒来时, 看到青五正在收拾戏软, 准备离去。 素暖拉着她的手, 不放。 王妃, 我知道你舍不得她走, 可是她娘家哥哥, 一大早来王府闹事, 非要见她。 见着了, 又要青五给她银子娶媳妇, 跟个无赖似的。 青五给了她卖身的银子, 她还嫌少, 吵着要见锦王。 她以为她谁呀, 够资格跟锦王谈条件吗? 锦王说了, 没了卖身的银子, 打发她一点小钱, 让他们兄妹俩快滚。 王妃, 青五福宝, 不能伺候您了, 以后, 你好好地照顾自己。 宿男好不容易, 得了这么个极品好丫头, 怎么舍得让她走呢? 她紧紧地抱着青五, 不放她离开。 青五福宝, 王妃, 奴婢对不住您了。 云柳看到她二人, 主仆情深的模样, 心里度火中烧。 云柳添油加醋地, 并告给锦王。 王妃平日被青五迷惑了, 对青五好得不得了, 如今青五要走, 王妃就是抱着她, 不让她离开。 可是青五已经不是王府的人了, 怎么能长时间留在王府呢? 府里的下人又不敢冒犯王妃, 没人拉开她们, 她们就这样抱了快两个对石了。 锦王唇角抽了抽, 两个对石? 他忽然敬佩起傻子的毅力来。 当锦王来到王妃的镇殿时, 凤素暖死死地抱着青五, 跟八爪鱼一样挂在青五身上。 傻子放开她! 素暖只当没有听见她的话, 继续抱着青五。 本王的话听见没有? 素暖吓得浑身一变颤, 然而不为所动。 阿九, 拿把刀来, 把这个傻子的爪子给我剁了, 我看她还怎么挂人身上。 素暖立刻从青五身上滑下来。 请殿下收回臣命, 奴婢愿意不要俸禄, 刺口王妃, 只要王府给我提供一个 可以遮风挡雨的地。 殿下也看到了, 奴婢自幼父母双亡, 哥哥对奴婢毫无亲情可言, 奴婢若是回去了, 还不是会被哥哥再次卖掉, 奴婢愿意伺候锦王妃。 伺候一个傻子能有什么好处, 让你如此眷恋不舍? 素暖立刻将自己全身上下的配饰取下来,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伺候他依然好处多多。 这行为可是当面打脸锦王, 让锦王殿下很是郁闷, 死傻子, 竟敢拆他的台。 阿九, 把这些手势收起来, 送到清武哥哥的手上, 告诉他, 从此以后, 清武就是锦王妃的人了, 生和死与他无关, 只与锦王妃有关了。 多谢锦王成全, 奴婢多谢王妃。 云流脸色十分难看, 锦王这一份安排, 清武的地位明显就高于他了。 锦王离去时, 别有生意地望了望素暖, 满脸狐疑。 从前, 这个傻子看到他, 就跟看到鸡腿似的立马扑上来, 又是轻又是啃的。 今天见了他, 原本他还担心他又会这么疯狂, 可是他看到他, 好像十分的神疏呀。 慎国府送来的曾老太爷的寿臣邀请函, 爷啊, 小的让人备好礼品了, 就是不知道爷和锦王妃如何安排。 阿九, 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那傻子不会抽风那种。 嘿嘿, 一小的对王妃这几日的观察, 王妃就是个吃货, 只要有吃的, 就会乖乖地坐在那里, 闷声不响地吃东西, 保证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爷是那种怕麻烦的人吗? 。 爷, 节操掉地上了。 臣时, 阿九将马车备好, 锦王走出去时, 看到青五云柳立在马车左右, 为何只被一辆马车? 爷多年在外行军打仗, 府里的马车大都坏了, 这临时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完好的 爷啊 您就暂时委屈一下 锦王望着崭新的马车 在撇着瑟瑟发抖的阿九 爷今年多大了 啊 爷今年二十四了 哦 先皇十八岁生子 父皇十六岁当爹 算起来 我晚了他们好几年啊 阿九 你说该怎么办 所以啊 你就该和王妃原防啊 王妃虽然是个傻子 但是爷啊 灌了灯其实都一样 所以你是故意准备一辆马车 好让我和这个傻子一起同行 是不是 爷赎罪 小的该死 小的就是担心爷 嫡系真斗 明里晴空万里 然而暗勇波动 愈演愈练 他就是怕锦王无心夺敌 却被人先下手为强 锦王望着阿九 他心里何尝不明白阿九的想法 他九死一生过 阿九就是担心他走早了 落个无后无效的罪名 阿九只是抓住时机 让他和这个傻子 培养感情 只是 要他和这个傻子原防 他做不到 傻子你听着 今日回了你的本家 别得意忘形 别离开本王的视线 否则本王可不敢保证你的小命 能不能留到明天 宿暖心里涌过一阵暖流 这人虽然身在帝王家 然而 却能对一个傻子如此惜命 君子高洁 实属不易 国公府的宴席 是在中庭院的露天坝里 面积宽敞 足足容纳一百多宴席 锦王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来 宿暖寻思着 今日宾客营门 若是能给宴席添点佐料 岂不是更加热闹 正这么盘算着 忽然听到人群中传来一声尖利的嚎叫 哈 紧接着 宴席中间就围了个圈 水泄不通 宿暖心里 好不容易挤到内圈 却看到一个年纪不过两岁左右的孩子 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全身抽搐 小脸烧得通红 宿暖了然 孩子得了急症 乳鹅 再看孩子肚子隆起 有负账嫌疑 想必是富家子弟 父母平日生怕孩子饿着了 给吃多了 长久及时 突发了乳鹅 孩子的父亲姓林豪 焦灼不安地喊起来 儿啊 你这是怎么了 快 快去请大夫 大夫来得特别快 出乎每个人意料之外 大夫看了孩子的舌胎 当即下了定论 孩子得了风寒之症 无需着急 只需要老夫开三剂药 孩子的热变革退去 宿暖傻眼 拥衣害人呢 宿暖望着那粉雕玉琢的孩子 那孩子牙关抽搐 舌头伸长 只怕不小心咬断舌头 危险呀 宿暖忽然冲上去 手里的帕子 早已绞成麻绳 塞在孩子嘴里 抱着孩子就跑 众人未料到这一幕 瞬间傻眼了 抓住他 快 他会害死这个孩子的 宿暖静止往国公府的温泉湖跑去 他知道 此刻能替孩子降温的最速效办法 就是给他泡澡 宿暖站在温泉 众人追了上来 可是害怕他抱着孩子 跳下去 一个个不敢逼紧了 井王妃 求求你 把孩子还给老夫吧 井王妃 你这样会害孩子 会着凉的 孩子的病 届时可是雪上加霜啊 宿暖走出来 怒吃宿暖 傻子 你快把孩子放下 然而撇到对面投过来的一道寒芒 凤宋明的口吻弱了下来 井王妃 快放了孩子 孩子若是在我国公府出了事 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众人齐刷刷地望着井王 他的王妃 好像只有他有权处理 井王向清吴瞥了一眼 清吴会议 慢慢地向宿暖走去 王妃 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孩子 如果你喜欢他 清吴把他抱回去 好不好 宿暖想笑 这丫头 话术不错呀 清吴走进宿暖时 就在众人以为 清吴能成功救出孩子时 哪里知道 宿暖抱着光溜溜的孩子 跳了呼 清吴来不及多想 跟着跳了下去救人 宿暖水性极好 在里面扑腾几下 就离开了大家的视线 在一处极其僻静的地方 宿暖已经全神贯注地 拧干自己的裙摆 给孩子擦干身上的水滴 而孩子 此刻瞪着一双大眼睛 望着宿暖笑 宿暖舒了口气 孩子此刻需要保暖 找了厚实的衣服 给孩子一层层裹住 动作娴熟 温柔体贴 清吴看得目瞪口袋 宿暖从衣柜里 找了一套自己以前的衣服 递给清吴 然后自己也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孩子此刻精神好了 宿暖摸了摸他的额头 烧退了大半 只是害怕再次烧起来 宿暖又抹了点雪花膏在手心 替着孩子推拿了下 青天河退六腑 又将保鲜天的脾胃推了一遍 消失话机的神缺揉了一百下 这才输了口气 孩子养得咯咯咯地笑起来 清吴呆若暮漆地望着宿暖 王妃 是你救的她 对不对 虽然能以置信 可是亲眼目睹 清吴不得不信呀 宿暖望着清吴 这丫头明明不会水性 刚才却毫不犹豫地送身下水救她 她还有什么理由不信任她呢 清吴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宿暖拿出笔墨纸燕 迅速地写了一张药方 递给清吴 清吴惊得目瞪口呆 锦王妃竟然能说话 而且不傻 门外 国公爷带着大家 已经来到凤三小姐 未出阁前的住处 姓灵侯忧心如焚的声音 气急败坏地响起来 国公爷 倘若我家小儿 被你家三小姐 弄出个什么事来 此事老夫定不轻饶 我要禀明皇上 让皇上替我讨一个公道 姓灵侯此言诧异 女人出嫁从夫 锦王妃闯的祸 怎么能怪罪给国公府呢 这矛头 分明就指向了锦王 姓灵侯放心 倘若锦王妃真的闯了祸 本王愿受监管不利的责罚 宿暖听着外面的男人 无奈又决绝的天籁之音 还耳一笑 他闯的祸 他完全可以撇清关系 却非要搭进来 本无情义 玄音担当 这个男人 傲力天地 无愧本心 你们看 这里有水滴 那风丫头肯定在里面 快去叫门 把门踢开 外面的喧哗声一阵高过一阵 轻舞抱着孩子 拉开门栓 众人看到屋里三个人时 齐齐傻了眼 三人都换了干净的衣裳 竟让人看不到落水的痕迹 特别是那本来抽搐的快晕厥过去的小孩子 瞪着沉彻乌黑的童子 软弱大声地唤自己的爹爹 爹 儿啊 我的儿 你终于回来了 侯爷 小儿立了水劫 恐有后遗症 不如让老夫替他检查一下 杏林侯赶紧将孩子递给大夫 轻舞轻斥一声 面入不屑 只是走向杏林侯将一张方子递给他 侯爷 小公子不宜大鱼大肉 餐餐饱足 记住 若想小儿安 须得三分饥饿 七分寒冷 小公子乃食热之阵 这里有张药方 你照着方子给他抓药 吃完了之后再寻个大夫 给他来点温不健脾胃的药 日后小公子必能安康无忧 死语一出 众人惊骇不已 没想到警王府卧虎藏龙 随便一个丫鬟 竟然也有着精湛的遗数 姑娘真是妙手回春啊 老夫带小儿 谢谢姑娘了 侯爷 奴婢有个不情之请 亲武立刻跪在杏林侯跟前 道 请侯爷 竖尽王妃无心之师 老夫看姑娘的面子 就不追究此事了 不远处 凤宋明恨得咬牙切齿 太子殿下齐王 流露出极不可见的失落情绪 一段小插曲 一段小插曲总算风波平息 皇上皇后在开宴的节骨眼上大驾光临 让国公府受宠若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宿苑是第一次给人下跪 非常不适应 因为皇上皇后来了 国公府就临时决定击鼓传花 让各家的小姐们表演节目 以此助兴 击鼓传花第一轮结束 花球落到凤宋明面前 凤宋明恶魔多姿地走到舞台上 心歌慢舞若游龙惊凤 美得让人窒息 别的人都看得忘我 只有素暖却坐在那儿 清清有味地吃着东西 凤宋明一许舞弊 竟有些意犹未尽 众人喝彩不停 皇上 你看这凤大小姐 不仅有沉于落雁 碧月羞花的盛盛美颜 还跳得如此美妙的舞姿 若是做了我们皇家的媳妇 这皇宫里呀 可就更加热闹了 皇上瞥了皇后一眼 他当然明白她的意思 郑国府 护国府 两门荣辱与共 皇后巴巴地失望着 继王能娶凤大小姐 如此 继王无异于如虎添翼 可是身为皇上 想的是平衡皇子的实力 或许这是唯一能避免皇子们 在夺嫡路上 不必要的牺牲 赏黄金百两 宿难眼底 倾泻出一丝会侠的光彩 皇上赏是赏了 可是这一脸不情不愿 分明就是在暗示皇后 言多必失 第二轮击鼓传花又开始了 果不其然 新一轮击鼓传花 花球刚传到宿难面前 鼓声便停了 众人望着锦王妃 脸上表情精彩分尘 谁不知道 凤三小姐是个傻子 能够拿出什么样的绝活呀 这不摆明了让她丢脸吗 所有人都以为 这只是技术操作的一次失误 谁能想到 这是凤色明和凤爵 联手演的一出好戏 但妹妹 今儿是太爷爷的寿辰 你上台去 随便表演个什么节目 给大家开开心就好 你看 姐姐这里有糖果 只要你上去 姐姐给你糖吃 好不好啊 蜜蜒 素暖微微失神 她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 给她下毒吧 毫不犹豫 拿了一颗放在嘴里 糖精胭脂的蜜饯 锦王微微醋眉 这死傻子什么都吃 就不怕被人毒死吗 凤色明把她拉到舞台上 便头也不回地下去了 偌大的舞台 只余下娇小的宿暖 站在上面 众人的目光 全部聚集在上面 表姐 你看这个傻子 什么都不坏 太丢脸了 凤色明只笑不语 没有傻子的陪衬 如何显得她的与众不同呢 会不会啊 不会就下去吧 我九哥怎么取了 这么个废物呀 烦倒 素暖望着下方 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尽收眼底 锦王坐在角落 一视而独立 一副是人皆醉 我独醒的傲然 素暖忽然笑了 好吧 就算是还她救命之恩 她堵了这些人的嘴巴 因为她一定不喜欢别人 议论她的家世 快看 她真的要表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好 太好了 太神奇了 赏 解王妃这绝技妙极了 赏黄金千两 绫罗绸缎千匹 宋暖得了赏赐 回到位置上 却发现不知何时 她的位置上多了一份盐带 心里多少了然 其实她到来之前 已经料到他们会想法陷害她 但是没有想到 这次 他们的伎俩 高明了许多 先是光明正大 给她吃抹有糖金的蜜饯 寿蛋上 特别是国公府的寿蛋宴上 总是免不了一道现成的菜 煮熟的盐带 这可是从前的凤素暖 最爱吃的一道菜 自然毫无底之力 然而 糖金和盐带一起服食 两两相克 剧毒 若是她吃了这盐带 只怕魂归当朝 若是庸医寻不得原因便罢了 若是寻得原因 凤色明也是无知者无罪 好深沉的心机呀 宿暖的笑宁在唇角 杀鸡从眼底泄出 人膳被人欺 马膳被人骑 该是她还击的时候了 凤色明望着凤素暖 却发现凤素暖已经坐下来 安安静静地包着盐带 然后宽秀遮住嘴巴 将整个盐带吞进肚子里 傻子 你这饥不择食的样子 怎么 锦王府虐待你了 宿暖冲着她傻笑 她演戏是有点过了 刚才吞枕蛋的吃相 却是不雅观 宿暖吞完盐蛋 余光撇向凤色明 这下 她该是放心了吧 凤色明却不知为何 离席而去 宿暖内急 坐在板凳上 如坐针毡 小脸蛋憋得通红 锦王一脸嫌弃地望着凤素暖 清武 带你家主子去出宫 清武搀扶着宿暖 宿暖立刻剑步如飞地 往外走去 宿暖立刻带着清武绕道 向东相逢的背后绕过去 刚走进窗户 便听到里面传来一男一女的打情骂 翘身 殿下 我想死您啊 今日父皇母后在此 我们还是人人吧 殿下放心 他们都在浅院看节目呢 此刻没有人来打扰我们 清武听道里面说这些话 已经害臊不已 宿暖看着小丫头 腼腆羞涩的模样 便想办法 支开了她 去告诉锦王 就说锦王妃走掉了 还脱了一只鞋子 给清武 清武拿着鞋子 领命离去 世界仿佛一下子就宁静下来 宿暖从袖口里取出一盒药粉 轻轻地将它们吹了进去 他就不信 太子殿下还能坐坏不乱 然后将药粉盒子顺着窗户 丢到凤瑟明的枕头上 殿下 不好了 锦王妃 锦王妃不见了 我明明在脑侧外候着她 可是突然听到她一声尖叫 我赶紧就跑过去 却没有看到王妃 只发现地上 有王妃的一只鞋子 清武故意拔高的声音 让皇上皇后都听了进去 锦王获得站起来 齐城伟岸的身子 如微山挺立 虽然心里愤恨那个傻子 老是惹麻烦 但是毕竟人命一条 想到镇国府 曾经对她痛下狠手 她的心就没来由地烦躁起来 阿九 出动安卫 去找 多派些人手去找 就算是傻子 皇家的儿媳妇 还清武领着众人 来到通往东乡房和西乡房的岔口 便焦着道 锦王妃往那边的茅厕去了 我便站在这里等她 可是等了半天没来 奴婢上去查看 才发现茅厕没有人 却有一只锦王妃的鞋子 我家王妃 不会是被人掳走了吧 哭什么哭 你太抬举这个傻子了 谁会稀罕掳走他 你本王看 掉毛坑的可能性 倒十分大 阿九 让人唠唠 看看下面有没有傻子 再不饿一些人 去西乡房一间一间盘茶 是 爷 阿九立即严格执行爷的指令 然而打捞半天 无果 搜寻半天 也无果 锦王望着东乡房 心道 莫不是这傻子 分不清东西方向 走错路了吧 阿九 带人去那位东乡房 逐一搜寻 是 爷 东乡房 锦王的侍卫 国公府的下人 两拨人马 混合着一起处理 很快 搜到大小姐的房间 国公府的下人 不敢冒冒失失进去了 踹开 有什么后果 本王一力承担 能有什么 比人命关天更 大门被毫无预兆地踹开 只是屋里这一幕 简直让人不敢直视 凤宋明和太子殿下 衣衫不整地抱在一起 看到锦王 二人脸色立刻煞白如指 锦王仿佛视若未见般 愣着干什么 进去搜 功臣 你好大的胆子 凤大小姐的闺房是你能闯的吗 怎么 凤大小姐的闺房大哥能闯 小弟就闯不得了 太子殿下 面红耳赤 也不知道是谁走路了风声 皇上皇后 火速赶来 此刻太子殿下和凤宋明 虽然已经穿好衣裳 然而这满头青丝 却留着滚床的痕迹 畜生 你在干嘛 父皇 儿臣冤枉 是他 是他故意引用儿臣 他有些回味过来了 他今日明明忌惮着父皇母后在此 死了心 今日绝不与他偷情的 若不是他勾打自己 他怎么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殿下 我没有啊 可 阿九从枕头边上 搜到宿暖留下的催情香 阿九秀了秀 将它呈给皇上 皇上 这是青楼女子常用的催情香 贱人 你竟敢算救我 我没有 殿下 无视贱人 竟然用催情香勾引太子殿下 你可知道 这个东西 会毁了殿下的身子吗 井王俊 没微醋 黑药师的毛子里 泛着涟漪 太子殿下 和凤瑟明偷情被抓 此事看似寻常 然而却透着玄乎 若不是井王妃 无故失踪 他们怎么会大动干戈 搜寻东乡房 又怎会撞破 太子殿下 和凤大小姐的奸情 此事 必然是有人利用 井王妃的吃傻 故意引她前来 旨在陷害太子 凤大小姐 这崔青香 你是哪儿得来的 包头 我不知道 我没有啊 井王瞥了眼 惊惊不安的凤大小姐 心里更加证实了 自己的揣测 父皇 儿臣有个不情之情 今日是郑国府老太爷 大首之日 老太爷曾为大骊国 立下汉马功劳 请父皇看在 老太爷的份上 就将太子殿下 和凤大小姐的事 荣厚在意 诚儿说的是 朕今日就看在 老国公的脖面上 今日就不罚你二人 此事荣厚在意 暗卫们找到井王飞时 宿暖被倒挂在树上 正张牙舞爪地想下来 暗卫们准备上前营救宿暖 井王却黑着脸 望着这个闯祸惊 让他多挂一会儿 让他尝尝脑子 宿暖头上乌鸦飞过 竟敢骂他没脑子 他可是二十一世纪的天才少女啊 十八岁就打过跆拳道 黑带九段的师父 二十六岁就媲美国医 他这种千年一遇的天才 信有人骂他没脑子 不就是让他多挂一会儿而已 他会怕吗 傻子 谁把你挂在这儿了 你才是傻子 大傻子 宿暖是哑巴 完全不用担心 向他交代自己的行踪 警王也觉得自己拷问一个傻子 有些失智 忽然就拿过阿九手里的剑 将接伴宿暖的枝条斩断 宿暖目瞪口呆 使用这么粗鲁的手段 宿暖的身子做了一个自由落体运动 然后啪一声 摔在地上吃了个狗吃屎 卧槽 好痛啊 卧槽 好痛啊 王妃 宿暖鼻青脸肿地爬起来 一脸哀怨地瞪着警王 傻子 听着 我问你答 如果我说对了 你就点头 我说的不对 你就摇头 宿暖瞪着眼前的男人 卧槽 太好看了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他 这瞎伙 简直帅得不要不要的 若是丢到他那个时代 不知多少女人合不拢腿 宿暖鼻孔一热 新热的红色液体 鼓鼓而出 王妃 你流鼻血了 疼不疼啊 若是丢到他那个时代 不知多少女人合不拢腿 宿暖鼻孔一热 新热的红色液体 鼓鼓而出 王妃 你流鼻血了 疼不疼啊 他怎么知道 他家主子 是看到帅哥 气急攻心 浴火焚身的结果 才会这样 不会吧 这么经不起衰 到底是女儿家 身子柔弱 他适才是有些过分了 不过 看到他唇角闲着的口水 锦王色缩了下 捕捉到一抹危险的气息 不会吧 把这傻子又摔成了 从前的花痴 爷 咋了 你看这傻子 是不是摔傻了 爷 他本来就是傻子 是不是比以前更傻了 你看他看我的眼光 是不是又犯花痴病了 阿九撇了眼素暖 嗯 双眼冒桃花 不是花痴是什么 可是他要是承认了王妃 犯花痴的话 也肯定会把王妃给休了 爷 没有啊 阿九昧着良心 闭着眼睛道 锦王望着他 这家伙一撒谎就心虚 一心虚就闭眼 竟敢忽悠他 阿九 呀 小子在 把这傻子 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完 宋暖却细致碧履地 瞥了他一眼 走了 锦王目瞪口呆 卧槽 他被个女人给嫌弃了 没看错吧 傻子 回来 为了证实自己没看错 锦王暴跳如雷地 吼着前面的宋暖 宋暖才不理睬他呢 不就是多看着他一眼 至于这么抽风吗 傻子 站住 身后的锦王气急败坏地吼道 宋暖顿了下 忽然摇着屁股 婀娜多姿地 走得更快了 锦王傻眼 他 他 他这是在挑衅本王吗 阿九提醒道 爷啊 王妃是个傻子 傻子怎么可能会挑衅别人呢 再说 谁他妈活得不耐烦了 敢挑衅这个活阎王呀 锦王的拳头慢慢松开 是啊 跟个傻子计较 显得他多没风度啊 可是这死傻子 就是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呀 侧明怎样了 锦王殿下 好像觉察出 此事有些不寻常 恳请皇上 荣厚在意 宋暖脸上划过一抹不甘 粉泉握紧 为嘛别人穿越 都是夫君相帮 审时审利 轮到他船院 又傻又哑 还有个帮倒忙的罗煞夫君 这命也太差了点吧 请王妃且慢 亲吴姑娘 我是大夫人的侍女金武 大夫人让我来请锦王妃过去一趟 说是母女久别重逢 有些提己话要说 亲吴姑为难地看着宋暖 宋暖肠结脸下 碱水秋童 微波荡漾 微微站出一抹 若有似无的笑意 心吴会议 如此 烦请姑娘带路了 你叫亲吴 宋暖进屋后 他这位母亲的目光 自始至终 都没有看他一眼 反倒是他身边的侍女 让他更加上心 因为他傻 他就没有痛觉吗 宋暖心里赤笑 奉宋暖呀奉宋暖 你的一生 连至亲爹娘 都不曾疼爱你丝毫 卑护哀哉 回大夫人 奴婢您叫亲吴 是锦王妃的贴身侍女 听说你会些医术 不瞒夫人 奴婢确实会些医术 哦 姑娘可听说过崔晴香 可听说过崔晴香 倒是听过 就是没见过 母亲 一定是她 是她陷害的我 大小姐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和大小姐无冤无仇的 我为何要陷害于你 你为了她 报复我 大小姐 你把我家主子怎么了 我为何要报复你 我明明给这傻子吃了糖精 他又吃了燕西的盐蛋 这两者同时可是剧毒 他为何没事 不就是你替她解毒了吗 你恨我对你主子痛下杀手 所以反过来摆了我一刀 用崔晴香陷害我和太子 你这个丫头 心思好狠呢 奉送明一字一句 说得无比委屈 仿佛他才是受害者 心无本不知这一幕 如今听到奉送明 坦诚交代自己毒害锦王妃的事 真是恼羞成怒 大小姐 你 心里无比怜惜自己的主子 原来还受了这等委屈 幸亏主子不傻了 否则今日只怕吃亏的就是主子 清武姑娘 听说你还有个哥哥 没娶媳妇 清武呆愣了 不解大夫人怎么忽然转了话题 清武姑娘 你哥想娶东门的寡妇 人家要彩礼百两银子 可有此事 是的 夫人 清武 去 取一百两黄金来 给这丫头带回去 续于功夫 便端了一百两黄金过来 清武呆若木鸡 大夫人 你这是 傻丫头 这是我给你的一点小心意 清武阵阵地望着宿暖 宿暖没有看她 可是密扇般的长睫毛 微微下垂 清武流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 丫头 若是你替老山办好了一件事 老山还有重赏 夫人请说 大夫人将嘴巴凑在清武耳朵边 怯怯私语了几句 清武的童子 顿得比童龄还大 一定竭尽所能 替夫人达成心愿 清武 替老山好好地送清武姑娘 锦王府 宿暖未曾想到 他的母亲 在他和大姐之间 如此轻易地 眉头不皱地 就舍弃了他 当清武告诉他 他的母亲 让他在日后的问审中 做伪证 证明崔秦香 是他这个傻子 送给姐姐的时候 宿暖一颗心 仿佛被身奸了伴 虎独不食子呀 他的母亲 就因为他是傻子 把他当作废骑 一遍一遍地利用 一遍又一遍地 践踏着他柔弱的心 他还配做他的母亲吗 宿暖躺在贵妃椅上 听清武义愤填膺地 讲完这些事后 闭目养神起来 皇妃 这百两黄金 是不是该还回去呀 清武思路单纯 以为还回去了 便表明自己 忠君不二的决心 可还回去做什么 打草金蛇 日后用钱的地方 多得很 我母亲 不缺这点金子 他们 不就是拿捏着 他是个傻子 还是个哑巴 不能为自己辩解吗 他会让他们 很失望的 让你打听的事 办得怎样了 爷啊 小的打听过了 清武自幼父母双亡 哥哥好赌 甚少管他 清武是靠吃百家饭 长大的 连里都说 没看见他拜过谁为师 他也从未行过义 此事蹊跷 却越来越好玩了 阿九 替爷更衣 爷要去会会 金王妃 诺 王妃 金王殿下过来了 他 他来做什么 这生根半夜的 这孤男寡女的 他来做什么 不会是要他事情吧 苏暖没来由的 慌乱起来 来不及收拾整理 金王殿下 就物赐走了进来 清武 本王问你 新灵侯家的小公子 真是你救的 清武的目光 偷偷地去了苏暖一眼 面对镇国府大夫人时 他尚能保持冷静 可是锦王殿下 毕竟是自己人 而且殿下 动若玄冥 不太好忽悠 以清武的意思 不如全权告知 可是他不知 王妃是否与他 秉持相同的意见 所以偷逆了一眼王妃 宿暖目光呆滞 撇向其他地方 清武就有些 拿不定主意了 清武 你看那傻子干嘛 难不成 他还能给你出个主意 殿下 姓林侯家的小公子 确实是奴婢救的 侯 是吗 刚好 本王最近身体欠样 动辄疲乏无力 清武 你替本王诊治诊治 看看本王 到底得了什么病 殿下 你看 新日晚了 光线不深很好 明日清武 定替殿下 好好看证一番 如何 也好 也好 如此你伺候这傻子 好好休息吧 对了 清武 听说这傻子不是天生的哑巴 你既然医术精湛 何不替他看看 这哑巴能不能治好 晌武时分 清武将一张药方送到锦王手中 锦王望着药方 那上面龙飞凤武的字体 飘逸飞肠 让他看出了神 这是清武写的 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啊 爷 这字写的 竟然比你的还要均一几分 多嘴 爷的字是这个能比的吗 莫非清武真的会医术 可这方子 并不是当着本王的命 给开出来的 爷 你怀疑这方子 不是清武开的 会不会 是那个傻子开的 提到傻子 今日那张夸张的血盆大口 宛若毒蛇一般缠上来 锦王就忍不住呕了下 该死 谁给那傻子化成那样 真是恶心的本王了 暗探来报 清武一大早 就坐在外面整理他的医用箱 所以今日应该是云柳 伺候王妃起床的 心术不正 本王迟早铲了他 小的会想办法 让锦王妃自己铲住他的 知识爷 你说这方子 是王妃开的 你说 那傻子有没有可能 是装疯卖傻的 不可能 帝都谁不知道 凤家三小姐生下来就是傻子 这娘太带出来的病 可是无药可治的 今日清武开放时 那傻子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扑上来 坏了本王的好事 这傻的太恰到好处 还能算傻 爷怀疑的是 可锦王妃是傻子啊 傻子就是不定时抽风吧 也许是粗巧呢 自那傻子入住天香院后 今年的海棠与菊花 可是争相逗变 清武端着一支药碗 好说歹说 劝王妃喝下 锦王和阿九 鱼贯而入 如尽自己房间似的 锦王选了舒适的鞋榻靠上去 见过殿下 免了 锦王心不在焉道 目光扫尸着素暖 这傻子正瞅着他傻乐 看得他心里直发毛 那是什么 回殿下 这是奴婢为王妃熬制的药汤 可清除王妃体内余毒的 可有好转 回殿下 王妃虽然不能连贯说话 倒能发声了 什么 速暖傻乐起来 锦王全身一紧 脸上表情如开染房 心里毁得肠子都轻了 不 不 静 锦王面容失色 吓得说话声音也颤抖了 阿九 快 快毒哑她 说 叫 叫 锦王 锦王下的一溜烟 不见踪影 清武还是第一次瞧见王妃这么淘气 王妃 你看看你这样子 把殿下都给吓跑了 王妃 你说殿下心里的疑惑 会不会就此打消了呀 难 殿下明察秋毫 动若玄明 若不是太过自负 早已亏出真相 清武 我许久没有出去逛街了 你去准备点精子 我们出去一趟 是 王妃 呀 王妃和她的贴身侍女 爬墙出去了 哦 爬墙 这傻子的智商 真是让人看忧啊 为何不走前门 可有伪装 没有 王妃今日穿着夜地烟笼梅花白水裙 穿戴整齐 看起来绵艳动人 清武姑娘 肩上扛着一个包袱 爷 要不要继续跟踪 继续 让暗卫轮番跟踪 轮番回报 本王想知道 他们的行踪 还有他们都见过些什么人 不能漏过任何信息 诺 半个队十号 暗卫来报 爷 王妃和清武姑娘 去了一家药铺 买了许多药材 这是清单 景王瞄了一眼清单上 密密麻麻的药物名 醋梅 他这是要开药铺吗 王妃接连走了好几家药铺 并没有点名要什么药材 而是药铺铺 统统都收购了一点 哼 傻子出手 就是与众不同 帝都最大的青楼 飞色阁 宿暖坐在角落里 戴着面纱 疑情怯意的 听着那美娇娘 唱着小曲儿 清武和老宝 在那边洽谈生意 那唱曲儿的美娇娘 唱尽大骊的盛世风华 对大骊的九王殿下 可谓是歌功颂德 也不知道这曲儿是谁编的 编得那么离谱 八个温润如玉 还有点不着调的 谦谦玉公子 硬声声唱成是那 阎王修罗军 说什么功臣叫人 闻风丧胆 九王是罗煞转世 宿暖忍不住失声轻笑 偏偏这台下听曲儿的 一个个是屏息宁气 生怕听漏了一心半点 宿暖这一笑 立刻招致众人的目光 这位姑娘 我唱错了吗 姑娘为何发笑 若说那九王是罗煞转世 太也太荒唐 九王白面书生玉面糊 举止投足太清雅 明明是顽固子弟 混是一魔王 怎称了盖世枭雄 罗煞王 那功臣堂前修得傻娇娘 心胸狭隘似真肩 姑娘送她千功名 岂不是太荒谬呀 太荒谬 那唱曲的美娇娘 对宿暖摇了摇兰花指 刚张开嘴要对唱一番 锦王功臣率侍卫 鱼贯而入 锦王看到台上的宿暖 当时气得蹊跷生烟 她到底是有多穷啊 堂堂锦王妃跑到青楼来挣钱 除了以色试人 她想不到她还有第二种挣钱的手段 宿暖揪着眉心 寻思着 锦王到底有没有听到她唱曲啊 如果听见了 她就是死十次 恐怕都不够了 她这哑巴忽然说话了 算不算欺君之罪啊 死傻子 你是要穿金带银 还是要顿顿熊掌鲍鱼 本王拨给天香院的月银 嫌少是不是 跑到这里来丢人现眼 愣着干什么 想要本王用八抬大轿 抬你回去 下一刻 锦王完全暴走 捏紧拳头 撕着星红的毛子 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忍耐力 才没有将拳头 锤打在宿暖的小脑袋上 门口 阿九 被马车 宿暖童子放大 这家伙给他被马车 不错不错 懂得怜香惜玉 果然是豪门子弟 修养极高 阿九很快驱来马车 宿暖刚 撕着屁股 爬上马车 傻子 滚下来 本王有说过让你坐马车回去吗 阿九 带秦武回去 至于这个傻子 就让他跟我一起走 诺 阿九欢喜 也是刀子嘴 豆腐心 他对王妃 到底是怜惜的 然而 没多久 大街上 一个俊美无仇的男人 骑在高头大马上 身后跟着一个 披头散发的女人 一脸狼狈 一身狼藉 有气无力地小跑着 傻子 你去青楼干嘛 宿暖瞪着他 双眸沉彻 如一汪清泉 日的裸妆 衬托着他 楚楚可人笑 看得久了 欲觉得清纯动人 景汪的心 不知为何抽了下 似乎良心发现 语气软了不少 告诉本王 我们去店铺 买那么多药材来做什么 宿暖的眼底 闪过一抹心仪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监视他的行踪 真是太可恶了 忽然系上心头 呵呵呵地傻笑起来 呵呵呵 摸摸 紧王的笑容 瞬间凝在唇角 傻子 你给谁摸了 宿暖瞧见他一脸气绿的表情 心里乐开了花 呵呵 上你真老娘 到了紧王府 紧王抱着宿暖跳下马 宿暖八爪于是地 挂在他脖子上 紧王今日却特别返潮 竟然一路抱着他 大踏步地向他的寝宫奔去 宿暖心里犹疑 这个人怎么忽然不嫌弃他了 进了寝宫 一脚将门梯关上 将宿暖丢到床上 然后骑长的身子压了上去 宿暖傻了 他这是要吃他呀 死傻子 让本王看看 你是不是给本王戴绿帽子了 死傻子 宿暖淡大眼 卧槽 他这是要霸王硬上弓吗 靠 这和强暴犯有什么区别啊 心里对他游存的好感荡然无存 他踢他 推他 用尽全力 可是他毕竟是练武之人 又是那么猝不及防地压制着他 让他毫无还击之力 宿暖痘大的泪珠 不知为何 速速而下 他一愣 体内所有野性的释放 顷刻归零 回归礼制 他放开他 以后没有本王的允许 不许踏出王府半步 书房 井王齐长尾暗的身子 往后靠在椅子的靠背上 阴谋顿着屋顶 发呆 他刚才是怎么了 忽然不受控制了一半 那一刻只想占有他 他是一个傻子 他怎么会对一个不安事事的傻子动情呢 傻子知道什么事情吗 跟他谈情说爱 无异于对牛谈情 他是不是傻呀 谈情 他是不是傻呀 一日 袁德公公突然造访井王府 皇上有旨 宣井王殿下 井王妃 奉宿暖 井王妃天身侍女 请五姑娘进界 井王殿下 今日圣上龙颜大怒 井王妃此行 须谨小慎微 切莫大意 井王您试着原则公公离去的背影 脸上漫出一抹很绝的神色 就因为井王妃傻 吃 想拿她避祸 那得看她同不同意了 到了皇宫 记得 不要随便喝别人赏的茶 太后若是赏赐你什么 你接了便是 诚儿 朕今日召你们来 是有话要与锦王妃对质 父皇尽管问便是 凤色鸣 还是你自己说吧 是 皇上 那日是我太爷爷的九十兽蛋 我三妹 难得回一趟府邸 我和三妹 乃童母宝妹 素来感情 比起其他妹妹要好一些 我们从小到大 都有赞送礼物的习惯 那日 三妹送我一个香囊 我瞧着精致便待在身上 可谁曾想 我这傻妹妹给我的 竟然是害人的东西 里面装的 竟然是脆情香 我和锦王 贫俗发乎于情 直乎于礼 可那日有了崔情香 我们就 皇上 臣女冤枉呀 凤色鸣的表述 虽然晦涩 却让一屋子人 都听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太子殿下和他 之所以做出阅礼之事 只因受了崔情香的蛊惑 而这崔情香 又是凤素暖 送给大姐的礼物 所以 罪魁祸首 是凤素暖 凤色鸣和太子殿下 不过是受害者罢了 父皇 凤大小姐的话不可信 试问 秦王妃天生愚钝 怎么治得出那配方复杂的崔情香 秦王爱妃心切 自然是要替妹妹脱罪的 皇上 你可以问问 秦王妃的贴身侍女 秦武姑娘 她一定知道三妹 有没有这个东西 陛下 奴婢从没有见过秦王妃 有什么精致的香囊之类的 凤大小姐她撒谎 她血口喷人 凤色鸣做梦也没有想到 秦武会倒戈相笑 不 她从来就没有为她所用过 她收了黄金 只不过是掩人耳目 今日打她一个措手不及 好狠辣的丫头啊 你说谎 皇上 秦王妃这个贴身侍女会医术 说不定这崔情香 就是她指出来给秦王妃的 奴婢没有 秦武 你会医术 这个又怎么说 皇上 奴婢行医是为救人 却从不害人 父皇 秦武确实会医术 这是秦武施财为儿臣开的方子 父皇可请御医来看看 这方子可否对儿臣的病症 何太医 你看看这方子 可对秦王的病症 皇上将方子递给何太医 何太医 毕恭毕敬 双手捧下来 看到那倦逸的字体 脸上浮起秦赏的神色 再看那方子 秦赏转惊骇 最后是轻叹连连 皇上 不知此方 是何人所开 何太医 此方有问题吗 若是出自雍医之手 此方可害人 若是出自神医之手 此方可救人 若是出自雍医之手 此方可害人 若是出自神医之手 此方可救人 此方用的父子 草屋本是毒物 所以一般的医生 绝不敢用 除非炮制熬制方式 用量得当 这毒药也变成了良药 皇上 只有医术高超者 才敢如此用药 朕知道了 下去吧 你会医术 朕相信 以你的能力 也能调制出催情香来 凤大小姐的指控 也不无道理 皇上 奴婢能证实自己的清白 皇上 锦王妃可为奴婢作证 她是哑巴 怎么替你作证 皇上 锦王妃的哑 不过是被人下了毒而已 并非天生哑巴 奴婢已经将锦王妃的哑 急治愈了 可她还是个傻子 皇上 傻子的话 才足以让人相信 皇上沉吟不语 却将目光撇向宿暖 皇妃 你看这个 喜欢吗 宿暖看到香囊 忽然发狂了似的夺过来 拼命地捂在怀里 嘴里嘟囔着 这是我的 傻子 你能端庄点吗 锦王傻眼 宿暖承认香能就是她的 凤色明立刻输了口气 哪里知道 宿暖忽然蹦蹦跳跳地 走到凤色明面前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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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囊 你送我的 香囊 你看 凤色明差点气查过去 傻子 这是毒药 放下 不放不放 这是姐姐送我的 姐姐房间里有了好多 这个最漂亮 凤色明 只觉全身一股冷气袭来 自己的身子 瞬间就被冰冻 不能动弹 她是彻底吓傻了 凤色明 你竟敢害我 凤色明 你还有何话可说 皇上数字 皇上数字 女婢 女婢 冤枉呀 凤色明 你年龄不大 心术却不正 朕看在郑国公的份上 对你从情发落 就罚你锦族归房三年 至于季王 虽然是受害者 然而欺情可敏 欺罪难逃 就罚你锦族东宫一年 禁足 肃暖醋眉 尼玛 这做什么惩罚 可是看到凤色明 面如死灰 心里也得意 好吧 禁足就禁足吧 至少三年内 她不能出嫁了 等三年后出来 她已经是老姑娘了 哈哈哈哈 从皇上的千秋宫出来 参见锦王殿下 锦王妃 太后娘娘 让锦王殿下 不要着急回府 太后娘娘说 她老人家 许久没有见到殿下了 甚是想念 太后娘娘要殿下 锦王妃 吃过晚宴再走 如此 姑姑请带路吧 飞凤宫 锦王见到太后 画风突变 奶奶 奶奶 宋人来迟了 让奶奶担心了 宿暖暗暗惊叉 锦王称呼太后 怎用了民间的称呼啊 来 给奶奶看看 哎哟 欲长欲俊了 你这样子 还让你其他皇帝 怎么活哟 奶奶 长得具有什么用 还不是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 便宜了这只癞蛤蟆 宿暖兴慕元真 卧槽 骂他是牛粪 癞蛤蟆 你这孩子啊 哪有这样 损赐家媳妇的人呢 锦王妃又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的容貌 真是让人看一眼 就记忆生刻啊 还说爱家坑你 这么个灵动可爱的美人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一个傻子 哪里看得出灵动了 我不管 这丫头是你的福星 有她在 你就会顺顺利利的 爱家不许你欺负她 沦摩摩 你去把宫里的几位皇子 公主都叫过来 今晚大家一起聚餐 热闹热闹 诺 丫头 我家成儿命苦 她母妃身下她便走了 是爱家 含辛茹苦将她拉扯大的 爱家教她做人 光明磊落 无愧天地 你虽然是傻子 可是你嫁给她 她自然会好好地善待你的 可是这皇宫里 暗涛汹涌 你若是能替哀家 也护着她的命 哀家对你 真是感激不尽啊 宋暖的眼眶 莫名有些湿润 她点点头 这丫头能听懂我的意思 奶奶 你这个孙媳妇是不定时抽风 不抽风的时候 还算乖顺 抽风起来 那可是粗暴得很 连孙儿都得礼让着她 你媳妇也是个可怜人 我听说啊 郑国公夫妇没少嫌弃她 说起来啊 她跟你同病相连 你就多让着她点 孙儿知道了 宋暖有些震惊 没想到 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地方 还能听到如此温馨的话语 宋暖对太后 立即伸出几分好感 偷偷瞥了一眼锦王 难怪她气度不凡 胸襟开阔 只因太后脚倒有风 时 皇子公主们陆续道来 孙儿给太后娘娘请安 孙儿给太后娘娘请安 请安身慈禧彼伏 宋暖才想起 她和锦王可没锦安啊 太后对锦王还真是与众不同 平身 忽然 躲在角落里的一位公主 打了一连串的喷嚏 宋暖的目光随即被吸引过去 七姐姐真是傻风景 黄奶奶叫她来做什么 早知道她来了 我就不来了 去 为七公主多拿几张手绢来 一脸落寞 一个人心单影之地处在角落里 宋暖却瞪着她 她脸色浮白 眉间清晶明显 穿得明显比其他人厚 想必是个怕冷的人 体内湿寒太重 以鼻子为出口 频频喷嚏 其实就是排寒气的表现 七公主她娘 在冰天雪地里生下她 可苦了这孩子 从小就体弱多病 多少鱼一看了 也不见好 唉 今日叫你们来 原是有一件事 要跟你们宣布的 你父皇 不好意思对你们说 这恶人 便由哀家来当吧 边境不合多年 这个你们是知道的 多亏你们的九皇兄 遇血奋战几年 才平和了边境的战事 这不 北边鱼子称臣 便请求于我们的皇室联姻 你们都是皇上的女儿 皇上不知如何裁决 此事 哀家便决定了 你们就来个才华比试 谁若是输了 谁就去边境和亲 谁让你们平素懒惰了呢 此法再是公平不过了 不过比赛中难免出现意外 众位公主都十分不安起来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 万一那天自己发挥不好呢 怎么回事啊 黄奶奶 你看看我的脸 又红又羊 都是那个傻子曾经害我 奶奶 你看我说得不错吧 这个傻子不定是抽风 抽风起来就很疯狂 宣平 你皇嫂又不知道你的脸对花粉过敏 她是无心之师 你就原谅她吧 黄奶奶 她一定是故意的 故意 别说你皇嫂是傻子 就是不傻 她也不可能知道你对花粉过敏啊 她跟你 在接触了多长的时间 你以为她是大罗金仙转世 能掐会算吗 好了 宣平 得饶人且饶人 遇到这个傻子 真倒霉 所以啊 以后遇见你们的九皇嫂 能避多远避多远 皇兄拿她也是爱莫能助 好了 哀家累了 你们都散了吧 哼 孙儿告辞了 马车在宫门口候着 阿九等候多时了 爷 请上车 坐在马车里 宿暖打了几个喝钱 便仰着脖子 靠在窖壁上 睡着了 躲在一个拐角的药铺门口 忽然 十几条黑影 从天而降 爷 你坐稳了 便纵身一跃 与那些黑衣人 绝杀起来 锦王获得 睁开一双 正亮的眼眸 眼底飘过一抹杀气 撇了眼宿暖 傻子到底是傻子 睡得跟死猪似的 他睡着也好 遇到这种事 醒着 只怕会吓着他 锦王接过剑 身子如雄鹰一般 在空中展翅 宝剑划破长空 剑气如虹 顷刻间 刺客倒了一大片 余下的刺客 面面相去 他们忽然从怀里 掏出药粉 一洒 空气 立刻传来难闻的气味 耶 有毒 宿暖被阿九这一声 惨绝人寰的叫声惊醒 外面的打斗声 传进宿暖的耳朵里 宿暖的瞌睡 荡然无存 空气里 弥漫着一股浓烈的 浅血风喉毒 宿暖大害 赶紧从袖里 取出自己连夜调制的解毒丸 吞下 这剑血风喉 本是剧毒 能通过口鼻 伤口 进入人体 倘若是涂在箭头上 浓度大 摧毁性更强 若是以气体的方式 虽然更容易被感染 可是毒性 却弱了大半 宿暖将自己随身携带的药粉 全部倒进衣袖里 忽然跳下马车 在锦王和阿九面前 翩翩起舞 还边跳边唱 起舞弄轻盈 喝死在人间 解药的粉末 立刻通过口鼻 进入阿九和锦王的身子里 傻子 滚远点 他一只手踢着宿暖 向远处一抛 锦王妃 你这样会害死爷的 爷 你可千万别再说话了 宿暖坐在外围 这里没有毒药的气味 他暂时脱离了危险 远处 一道黑色修长的身影 肃然屹立在 视野尽头处的屋檐上 与云端相接 银色面具 散发出灼灼的光滑 黑色 宿暖望着他 童子放大 男人手里 许之一副银色弓箭 搭箭的动作极其优雅 箭头指向锦王攻尘 宿暖甚至来不及喊出声来 更来不及扑过去救他 离弦的箭搜一声 朝锦王射来 急如闪电 宿暖的心 就快跳出嗓子眼 说时迟 那时快 本以为锦王浑然不觉 殊不知 在刺客出没时 锦王便留意到远处折服的猎豹 剑声呼啸而来 他的身子轻盈如风 微微一色 那只剑便被他截在手中 送暖目瞪口呆 高手对决 简直是叹为观止啊 那戴着面具的男人 纵身一跃 消失在云端 仿佛他从来没有来过一般 刺客们就像得了信息一般 纷纷撤退 空气中的毒气 在空气中慢慢飘散 爷啊 你没事吧 废物 教你多少次了 遇事别慌 大呼小叫 跟跟娘们似的 以后出去 别说是爷的人 丢脸死了 宋暖闪 傻乎乎的 望着这两个男人吵架 关心则乱 这两个男人的感情 好得让人羡慕 王妃 你总算回来了 秦武 快跟我进来 发生什么事了 王妃 锦王和哀角中毒了 见血封嚎 封毒 不过 我已经给他们解了毒 应该没有大碍 待会儿锦王 请人来叫你过去 你便把这解毒碗给送过去 让他们一日吃三次 一次三例 果不其然 门外立刻响起 阿九的敲门声 秦武开了门 阿九说明来意 秦武揣起桌上的解毒碗 便跟阿九去了 宋暖简单洗漱了下 倒在床上 则寒然入睡 当寒然入睡 身体却被秦武猛烈地摇醒 王妃 快醒醒 不好了 怎么了 锦王中毒了 昏迷了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呀 我过去的时候 锦王一开始还好 可是脸色越来越难看 嘴唇也紫了 阿九急得不得了 我借口说回来取药 这才回来告诉你 王妃 这可怎么办呢 不好 宋暖先开被褥 来不及披上外衣 便急急地 向锦王的明泽殿跑去 秦武赶紧跟了出去 明泽殿 阿九看到秦武过来 如释重负 阿九 你先出去 我要好好给殿下诊断 秦武 我不能离开殿下 可我的医术是秘术 不能外传 我发誓 我就站在这里 背对着你们 绝对不看 那好吧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阿九郑重地点点头 立即转身 如木偶一般 素男走到床边 望着脸色发青的锦王 心里大害 他怎么会中毒这么深 不就是疯毒吗 按理说 不会这么严重吧 素男翻开他的眼皮 看了看 再看了看 他的舌项 最后拉起他的手 惊觉他的手上 血流不止 掰开他握紧的拳头 这才发现 手心上 有一道刀片式的划伤 很浅 可是毒素 却能从伤口里 侵入四肢百骸 素男此刻才恍然大悟 那只剑 锦王截住了他 没有给他带来致命的剑伤 却划破了他的手 只在用毒 好在中毒时间不长 揪与毒 这可是顶级毒药啊 素男赶紧给青武开了方子 西角 银花 白帆 寒水石 花粉 昌蒲 麦冬 甘草 青武拿着药方 立刻回了房间 素男则为警王进行伤口处理 先用绷带缠住手臂 防止血液上行 再用嘴巴将淤血吸出来 然后清洗伤口 阿九站在门边 即使青武已经出去了 也遵守自己的诺言 一动不动地住立在原地 青武一会儿端着药水来了 伺候警王喝下药水 此刻天已经大亮 好了 阿九 警王殿下的毒已经解了 殿下 本来熟睡的人被阿九吵醒 脸色十分不悦 殿下 昨晚你中毒了 是青武救了你 谢谢你 青武 殿下已经没有大碍了 阿九 这几日 殿下的饮食要特别小心 可以给殿下喝点绿豆汤 养血之类的 记住 一定要多喝水 浓茶水最好 是 青武姑娘 警王的目光 撇到一脸疲惫 还挂着两道黑眼圈的宿暖身上 有气无力道 傻子 你操什么热闹 为何不去休息 宿暖暗暗道 老娘要是去休息了 谁来救你啊 青武 带王妃回房休息 青武搀扶着宿暖离开 警王又望着阿九 你没事吧 昨日的风毒 阿九应该吸了不少 爷 我一点事都没有 找个大夫 好好检查一下 爷 我用银针查过了 我没中毒 叫你去就去 啰嗦什么 好 我待会儿就让青武姑娘 给我瞧瞧 呀 昨夜行刺我们的刺客 身手不凡 用心险恶 分明就是想要爷的性命 爷可知道他是谁 阿九 把剑交给吴晴 让他去查查 这只剑的来头 诺 经过几日的调教 警王的身体恢复了元气 爷 青武姑娘的医术 真是高超 那傻子真是本王的复兴 爷 你还别说 自从你娶了警王妃 也总是能化险为夷 以我看 警王妃就是殿下的复兴 这几日 那傻子在做什么 怎么忽然安静起来了 天香院那边 老是能闻到艾叶的味道 可能是青武姑娘 又在捣鼓什么神药吧 阿九 我们去天香院走走吧 得了 我说她的困 cell 那黄武姑娘 我说她的困难 你还比我有个困难 来的困难